面对武汉肺炎 台湾防疫有成 但在疫情期间 对日月潭地区的业者造成极大的冲击 而目前疫情较为趋缓 也可以看见有游客 在游湖逛街 经济渐渐的好转 因为最近疫情有减缓了 所以我们国旅的部分 开始有一部分的团客 像一些机关团体办的活动 或是学校办的活动开始有在进来的 有看到游览车了 慢慢的这个感觉好像有一点回温 大概两三成吧 日月潭倾向商圈发展协会理事长 先议员石青龙指出 目前疫情较为趋缓 日月潭地区也渐渐游游游游客 对于日月潭从事观光产业的业者 有回温的情况 而对于疫情造成的损失也较为舒缓 台湾的疫情已经逐渐的趋缓 那在日月潭这一个观光旅游的团客 特别是团客的部分 那也逐渐的升温中加 那这个是对我们整个日月潭的观光旅游休想产业 真的是这个乳林这个甘林 那整个也输解上半年 我们整个来讲 这个说因疫情关系所造成的这个冲击 日潭倾向商圈发展协会理事长 新议员石青龙也希望 在下半年能够搭配政府的振青三倍券 来到这种地方的观光经济发展 那我们也希望下半年再搭配这个政府的这个振青三倍券 在7月15号的发行之后 尤其刚好也红到这个暑假 那我们希望下半年这个部分 整个来讲对于我们的这个日月潭的地区 或者说整个南投县的我们各景点 或者说这些观光旅游的景点 都能够特别的来吸引我们国内的游客 全来这个旅游 目前疫情交易趋换 许多观光景点也有了人潮 日月潭形象商圈发展协会理事长 先议员石青龙 也欢迎民众来日月潭旅游 欣赏虎光三色 记者邱平一于是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试点赞